立法院的国会改革法案现在三读通过了 但是民进党认为这是要做黑箱作业 所以决定现在是要诉诸在群众 所以在立法院外的青鸟活动之外呢 现在可能还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宣讲 直接在地沟通 那现在国民党知道之后呢 就怕民进党跑到地方去 然后去诉诸民意 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是要在像以前一样 要来罢免立委啦 各地去串联等等呢 所以这回国民党的动作也很快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民进党的部分 民进党是要在6月14号 他们要开始进行的是全台宣讲第一站 选的就是花莲 你们觉得为什么在这么多地方选择花莲呢 以往不太会 那原因很简单 就是直接建制国民党团总召复昆琦 那国民党在知道之后呢 也整团了整对了 那么晚民进党一天 他们会在6月15号 会在全台22个县市呢 来进行说明会 第一站直接选定的就是台南 目标也很明显了吧 就是呢 直接要来禁止的是总统赖清德的故乡 那在国民党的部分呢 到时候呢 会由一个区立委 再加上部分区立委 配合土党呢 来跟大家来说明 到底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有像民进党讲的是这样子黑箱扩权吗 好我们看王宏威怎么讲 对于呢民进党组织的轻鸟行动 国民党立委们呢 现在身负重任宣讲 国会改革并不是扩权 而是要来查弊案 查真相 要来查特权 但是看到立委呢 林俊仙民进党的部分呢 对于国民党这样的讲法呢 当然是很不以为意啦 他们直接诉诸民众 他讲说民意的走向 现在是很清楚的哦 那你国民党之后 开始下降到22个县市 请问到时候 你们敢讲真话吗 尤其是在台南的这一场 那民众党党主席的客闻者怎么看 与其你们国民两党呢 都到各地去宣讲 那为什么当初就不好好的 就在立法院说清楚 讲明白就好 好那这部分呢 是不是开始 有一点点在深入校园 尤其是党政军 不是早就应该要退出媒体 早就应该要退出校园 尤其是校园这个地方 之所以呢 又会引起这个讨论呢 是因为立委林怡景 日前在台南 回台南的时候 到高中的一场毕业典礼当中呢 去演讲 突然话锋一转 他就讲到了 在立院声援的朋友 是正确的方向 反黑箱反扩拳 所以他们勇敢站出来 其实他演讲的目的 本来是要告诉同学们啦 大家要记得 反思的重要性 他就突然提到这个 目前在立法院外的 一些青鸟行动们 那他讲这个话 可能原本啦 希望是可以 希望获得年轻学子们 热烈的回应 不过在台下 至少 呈现出来的是 蛮多人觉得挺尴尬的 还有人讲说 今天不是我们的 毕业典礼吗 讲这个 有什么关系呢 觉得满头的问号 好那夏荣介 也接过到了一些投诉 来看到 我有很多朋友的孩子毕业了 回来就讲呢 林一锦呢 都来在攻萧威 说今天如果是国民党 重返执政的话呢 你希望我把 别的政党的主张 加出在你孩子的身上吗 好 网友的第一时间回应是 就叫做 歌林部宣讲第一场 青鸟就从校园洗脑开始 党政军退出校园 所以双标党就不用 在网络上面呢 引起蛮大的反弹 好那现在 在行政院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国会改革 已经三读通过了嘛 那当时总统太就有讲了 行政院一定会做的 就是要复议 那复议有没有可能会成功呢 目前啦 林卓所认为了 在野党的立委 还是多数的情况之下呢 复议应该不会这么的轻易 就让他过关 而主要是在复议之后 大法官的视线 就是很重要的 到时候来看你行政院 如何接招 林卓所认怎么讲呢 若复议案没过 卓荣泰下一个挑战 就是视线 那么最后呢 国会调查权和藐视国会呢 国会罪都会核线过关 因为这部分就要回到2004年 当时呢 大法官会议当中呢 就对第585号 有解释 解释什么呢 解释就是国会调查权 其实就是立法委员的 辅助性权利 的确是可以调查的 又是有关机构 必须要提出一些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就要必须提出一些资料 当时的大法官的解释 是这样子的 那你觉得 或者是林卓水 他所觉得 你觉得大法官 有可能会推发大法官吗 感觉不太会 所以他才会下这个定论 下最后的国会调查权 跟藐视国会罪呢 都会核线过关 而台湾呢 一旦嘲笑野大 政院复役 必败的命运就难逃 但无论如何 他认为限改 就不应该再逃避下去了 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点 来进行一些限改 好 那现在呢 战场开始要从立法院内 要延伸到立法院外 除了就像民进党 他们要诉求的是 有黑箱的之外呢 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些盘算 跟另外的一些这个企图呢 是不是着眼在2026呢 改革法通过 行政院却说致癌难行 要提复役 国民党说 等立院收到复役 15天内会请院长韩国瑜 朝野协商 并喊话民进党 别暴力杯葛议事 民进党压巴关了 提出这样子浪费 社会资源 制造社会对立的复役案 处理过程 只有15天 一定要想办法 让这个会开得成 他们有可能 要瘫痪一事 全面放毒 受异常的一个派对 可能还是有必要 愤怒民进党 不尊重立法院的决议 再当提了心 要全面防堵 不过民进党再出招 说14号起 要下乡展开全台宣讲 国民党也反击 宣布15号开始 要全台22件事 从南到北 遍地开花瓣说明会 第一站就要指导 赖总统本命去台南 请我们的党籍立法委员 到现场 为大家说明 国会改革的重点 对过去八年来的 行政滥权 以及弊案重生 让大家了解 国会改革的重要性 跟必要性 在党抛后民进党 国会改革 不回归国会主政场对决 却上街头搞青鸟 对蓝鸟 难道其中是为了 鼓吹罢免立位 替2026选战做准备 只知道选举 不知道怎么执政的政党 当选上总统 就在想2026街头运动 是不是也想为2026来热身 对未来的遍地开花的罢免 推出了一个号角 当然不能让他得逞 国会改革战场 从国会烧到街头 蓝绿上演陆战大对决 但其中暗藏的盘算 未完待续 记得上罗李玄 台北报道 现在蓝绿都要到地方去宣讲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立委林俊宪他讲的 他说现在的民意很清楚 那民意的方向到底有多清楚呢 我们就来看到是在 ET Today针对的网路调查 列出了这五个题目 要让网友来投下你的神圣的一票 分别是总统国情报告 藐视国会罪 人事同意权 国会调查权 关国会听政权 您赞同吗 也欢迎您在网路上面来投票 首先我们来看 在总统国情报告的部分 支持的占了65.7% 不支持的24.4% 悬数是蛮高的 再来藐视国会罪 支持的网友占了57.5% 不赞成的是33.8% 也差蛮多的 人事同意权 赞成的是61.4% 不支持的是30.5% 再来是国会调查权 支持的是59.8% 不支持的是32.0% 最后是国会听政权 支持的是占了62.4% 不支持的是28.2% 所以光是这五项 基本上都获得比较多 民意的支持 其中支持度最高的是 总统的国情报告 再来是国会听政权 最后第三名是人事同意权 排第四的是国会调查权 最后一个是藐视国会罪 这五项呢 基本上网友的去支持度 大于不支持 所以林俊仙讲的民意的走向 不晓得他看的是哪一份 至少在ET2day 目前显示出来的部分的 大多数的国人 都去支持这一回的 国会改革法案 好 那既然行政院 他们对于所谓的国会改革 三读通过不满意 不满意呢 大家都要提出复议了 那依照规定呢 复议案送到立法院的15天内 立法院就必须要做出决议 所以时间算一算 最快要在6月18号 就必须要表决 而在一党呢不排除 民进党可能会以 瘫痪意志的方式来进行杯葛 对此国民党立委 吴宗献也证实了 他们已经备好了因应方案 还喊话民进党 谎话少说一点 多做点事情吧 不要只会到处贴标签 而至于日明首场的全台宣讲 选在花莲 吴宗献则说 这是刻意针对总召傅婚企 实在是很幼稚 那民进党他一直贴标签说 国民党跟民众党是暴力团体 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动机 是哪一个党的版本 希望意识能够好好的顺利 是哪一个党不希望意识 好好的顺利运作 大家都知道 所以国民党跟民众党 没有任何的动机 要瘫痪意识 反而是民进党 他不停的用各式各样的发言 或是肢体动作来瘫痪意识 那至于将来我们会怎么去因应 这一块我只能跟各位报告说 我们有计划了 但是这个我们还不能对外说 国会改革 这是以前民进党强力推动的 为什么今天他认为这么可怕 这么祸国殃民 这么违反世界人权 其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对他的这个标签 说明清楚原因是什么 那当然我的义务 这也是我在立法院的一个责任 我希望说把事实告诉大家 那其实民进党他发动 清鸟到处下乡去讲 其实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 我们非常尊重他 但是我只期待民进党做到一件事 谎话少说一点 事情多做一点 不要从头到尾 不是抹红就是抹黑 我是蛮受不了这种个性 我也没有 我以为我不是民进党员 我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他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是针对副总 我觉得蛮幼稚的 因为国会改革是全国的事情 你去针对任何人 没有任何意义 他只是做了一堆 我觉得民进党到现在就做了一堆很蠢的 是一直不停的贴标签 民进党立委林仪锦 日前在台南的某高中毕业典礼上面 至此时他鼓励学生要常常的反思 他就举了一个例 说立法院的轻鸟行动 这样的一个故事 让台下的同学们分享 这话让台下部分的同学呢 不但是没有共鸣之外呢 更是尴尬还直接爆炸 这也让台南市议员蔡玉辉痛疲 你不就是把政治带入了校园了吗 还说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就喊出党政军要退出媒体 那么执政之后呢 却用媒体再进行大内宣 根本就是两套标准 准备展示分享的这个moment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大家应该在前阵子 透过新闻媒体都有看到立法院内的冲突 还看到很多人冒着倾盆大雨 为了理想到了现场来声援 来做他们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也有在各地也在那边发起声援的活动 他们确认了这是一件正确的方向 对抗立法院声援立法院 反黑箱反阔权 所以他们勇敢站了出来 虽千万人无往矣 我不是要教大家 一定要虽千万人无往矣 重点是前面那一句 自反而说 我们一定要自我反省 确定事情正确的方向 民政党接政后 党政筋 有进入效率 有提出民意 答案是没有 骗人 所以我们民政党 要不接政说一遍 接政后再说一遍 由于这个打压一纸 产出义党 做大内战 像最近二年纸 去某一间口 变得点点 也是在说政治位 说青岛东路 高雷学生 那怎么怎么怎么 为了执政 不择手段 我感觉这是 民进党惯用的伎俩 应该要谴责 国会改革复议案 蓝白阵营 在最快下个礼拜二 就会排入议程 到时候立法院 该如何来接招呢 时事评论员黄明 就举出2014年的 监委同意权 这个例子 要来示警蓝白阵营 到时候的民进党 可能会使出 拖延投票 这一招 只要拖过了15天 三途的法案 就失效 到时候立法院 朝野党团会协商说 要不要邀请行政院长 到立法院去说明 他的复议理由 如果 如果邀的话 就会寻打 就一样按照 这个党团的比例 每人15分钟 会有一个寻打的程序 所以呢 会有可能 会要拉到两天的时间 就是第一天 就是先把他报告事项 然后交全院委员会 然后再隔天 再进行投票 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呢 这个复议案的投票 不是举手表决 也不是表决器 就是要投票 而且是记名投票 那这个投票的话 未来的风险 就会出来的 民进党是曾经玩过 拖延投票 让投票投不了的 这个2014年的 监委人事权的 同意权的投票里面 民进党就曾经 瘫痪过投票 所以国民党 不要以为复议 投完票就过了 就结束了 民进党还有可能会出招 因为15天没有决议 当行政院这个版本 送到立法院15天内 没有做出决议 三读无效 我再次强调 三读会无效 所以如果拖延投票 甚至如果今天 民进党要玩大一点 他们不怕被弄 所谓的妨碍投票 就是刑法有妨碍投票 投票罪 所以有一些可能会有刑责的问题 比如说当大家投完票 他们把票柜直接搬出去烧掉 如果他们要玩大一点的话 可是他可以让这个投票无效 而这一次 国民党有没有决心 要让投票顺利进行 这是接下来关注的最重要重点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